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12日 星期日 這一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這個香港的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 是一個垃圾 叫做容海恩 曾幾何時本台主持 對這個人也認識 還要很不幸地 還要不幸到 還要做同學 上一節跟大家說 我想 我想 袁家衛 可能 這一生人 在很多年之前 幾年之前 也沒有想過 自己會成為 香港的這一群港共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 沒有想過他成為 街下籌 也沒有想過他在監獄裏面 能夠成為英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時勢做英雄 英雄做時勢 香港 香港 處於 歷史的關口 所以 很多人有不同的身份 為甚麼 本台會誕生 本台誕生了很久 為甚麼本台 會 進入今天這樣的狀態 為甚麼會變成 黃色媒體 為甚麼會變成對抗中共 為甚麼本台主持 會誕生 會變成John Connor 每一件事 都是歷史 就是因為 被時代選中 我們被這場龍捲風 捲住 其實不能在裏面參與 就算你在龍捲風裏面 當然可以說自己是中立 但是 更加多像我們那樣的人 就決定 無論如何 你也要繼續跟他一搏 你也很難想像 你這一生人 竟然會在你 自己 住的地方 住的城市 或者自己住的國家 竟然會爆發一場革命 所以如果 原家為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 好像這個 懲教署署長所說 在搞恐怖組織 如果他們真的 有光復的意志 其實也不用再叫光復 大家 不用再逃避那個字眼 如果大家有革命的意志 不要再騙自己 其實你講得光復 一定在說這件事 在獄中也好 流亡也好 其實你應該好好把握 去連結 有這樣的意志的人 我們 也挺肯定 袁家衛可能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 使得這一群人 明明已經把你 收押了在監倉裏面 但是 竟然 恐懼是從心底裏面 散發出來 所以忍不住了 就要說人家搞恐怖組織 不可以 對付 不可以姑息 否則監倉就會成為反中亂港的基地 這件事我認為 其實真的不只是 他們口中所說的那麼簡單 其實實際上 可能真的正在發生 這鞭箱 有人 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入獄 可能有被捕的心理準備 但是沒有想過真的會成為街下之籌 沒有想過自己 會成為 就是欲中英雄 我也沒有想過我需要流亡 跟我 在居住了幾十年的地方要道別 也沒有想過 要改另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是有意思的 因為我現在 想跟你做的事 是對抗到底的嘛 還有一個想不到 容凱恩 貴為香港的專業人士 大律師 是對抗 其實根本就是一隻過街老鼠 如果你背後 不是有三萬的黑警 不是有解放軍的滲透 不是有港共的人渣 不是有中共 這班賊頭 在你背後做後盾 你敢走出街 做街站嗎 如果現在是2019年的6月 7月 你敢在街頭出現嗎 你不怕 真的被 港人 容忍了你嗎 這些人 可能 很多年之前沒有想過自己 可以 恃 去貼共 就是上位 是不是 說 坦白說 你這些質素 垃圾到不堪 做個專業人士 其實也勉勉強強的 然後你又好做不做 走去就是 黏著西環 想上位 做西環契女 到了最後 因為西環那邊實在太垃圾了 不是稱讚你 但是那邊真的太垃圾了 選無可選 你又有專業資格 樣子又不算差 在建制那邊 真的沒辦法 難道是選了陳萬奇嗎 最終 選了容凱恩出來做立法會議員 整個人 完全不懂政治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你搞甚麼 宣傳選委會政綱 你有甚麼政綱啊 容凱恩 你對政治有甚麼看法 你除了叫人不要搞事之外 你自己有甚麼看法 你根本就是盲無一條 完全不懂政治 舔共舔上腦 靠舔共上位 不能不撐下去 自己 相信甚麼 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想賺錢 這個世界的錢是賺不完的 你留下來 買保險 做手術 看醫生 今時今日 這些混蛋可以在 香港的街頭招搖撞騙 原因就是因為你背後有一個極邪惡的勢力 在你背後撐腰而已 如果現在是2019年的7月 8月9月 我看你敢不敢上街 你說怕黑暴嗎 把你撕了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是一個人渣 其實是很正常的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們這些混蛋 你敢光明正大跟別人辯論嗎 你敢飛過來 其實我一定會等你 不過我不擔保你人身安全 如果今天 有這些建制的人渣 敢在英國街頭出現 我都很肯定 他們 應該也不會太過安全 這班人因為背後有香港的軍隊 站在背後 作威作福 派 派 政治傳單 大家還記不記得民建聯開過街站嗎 說要譴責黑暴 當時被街坊包圍到 整個街站要收皮 然後 出來譴責暴力 開街站 來詢問你意見 有甚麼暴力 容海欣還無恥 你自己派傳單 你自己派傳單 有人拿你的傳單 報警 說人家搶你的傳單 其實有沒有那麼無恥 其實你派傳單 傳單 就是向公眾派發 是不是 你派傳單 公眾走過來問你拿傳單 說人家搶你的傳單 還要報警 說人家刑事毀壞 毀壞了甚麼 你那張傳單 根本就是一張垃圾 你這個人也是一個垃圾 嚴格來說 如果你把你摧毀 嚴格來說也是摧毀一件垃圾 所以 就沒有任何刑事毀壞的成分 刑事毀壞最低限度那一件 都是一件有價值的物件 你不會控告別人打開垃圾桶 撕掉垃圾 說是刑事毀壞的 所以 你的單張 本身都是一件垃圾 這班人 是不知廉恥的 你其實不用上街去派單張 你本身都是陰點的 你叫建制派的人投票給你就可以了 你現在沒有了鐵票嗎 這班人做中共的幫兇 就是甚麼都幫不了 做他們的花瓶也嫌太噁心 幫警察 他們也幫不了 打也打不贏 這班人 無論從 香港人的角度去看 還是從建制派的角度 還是從北京的角度去看 他們 全部都是垃圾 其實也不是針對你一個 你們全部都是 我們 是要感謝英國人 以及英國政府 他真的 給了一個空間 香港人 就是去喘息 以及組織力量 大家 不要那麼心急 不要那麼 蓄食 不要經常覺得 要閃電式 英國就會累積了 100萬人 有無限的力量 移民也只有10萬人 現在一指望就指望英國已經擁有 極強大的能量 隨時好像 移民 很多人移民了幾個月 你怎麼能夠指望這裏移民了幾個月 這裏幾乎有軍隊可以打回頭 一切都要時間去醞釀 當然 當然有個別人士 一定是不掌勁 一定有人是 可能是給人的感覺 吃喝玩樂 但是 很難避免 那些藍絲 藍媒也是說你去英國吃西北風的 說很淒涼 你就打火鍋給他看 我其實也不覺得很錯 他說你做二等公民 你就做三等四等給他看 看看是怎麼四等 我們要感謝英國的 不是他 給我們 什麼福利的問題 而是他最低限度 他還給了我們一個空間 在做廣播 如果我們在香港 會因為一百種名目 被拘捕 被迫害 甚至乎被人扔下樓 但是最低限度在英國這個地方 還能夠 幫香港說話 去屌察這一班 契弟 香港我們一早就說了 你在香港媒體一定要自我約束 你不自我約束 你就可能會被捕 你有什麼可能會不約束呢 換句話說 言論自由就受到限制了 甚至乎再過分一點的 甚至乎可能會改變立場 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支持黃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 是確實存在的 尤其是 現在 在這裏 在香港是存在的 不過他們一撲頭 就受到打壓而已 也有太多黃店不生性 沒有提供 正常的 服務 或者是商品給人 但是不代表是全部 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也不用掛一個招牌出來說我是黃色的 其實 所以請大家支持香港人經濟圈 支持香港媒體 幫我們 繼續 免費模式 這是免費模式來的 幫我們繼續點擊廣告 幫我們繼續無限大發播放 這一節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